午后三点半 骑着一匹温顺的月光马 跟着静世圣堂的驱魔战队离开银月宝时 罗森被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护在中间 他只凭本能骑着马 大部分心思都沉浸在虚拟机里 正专注练习心法术时 耳边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 一直在想什么呢 罗森法师 是神殿的治疗技师维纳 他或许不是神殿最强的治疗技师 但却是最擅长急救的 所以也受到战士们的极大重视 被众人护在中间 罗森对这位技师印象也很好 他回望了眼神后逐渐远去的银月宝 微笑回应 在想法术问题呢 法师行会购买来的标准法术性能 实在太平凡了 不仅要练习 还要尽可能递搞几个非凡版本出来 以适应多变的战斗需求 当然 这三法术是锦上添花 他最大的依仗还是引力法术 维纳温柔一笑 夏丽娜说你是个书呆子 我还不大相信 现在看来 你的确非常吃米法术呢 队伍前头的夏丽娜听见了 笑道 好啦维纳姐姐 别烦她了 让这小子专注法术吧 维纳微微一笑 轻抽马鞭 纵马跑到了队伍前头 柔声回应 是是是 谨遵大队长的命令 罗森便继续沉浸在思维世界中 因为是骑马 速度比上一次走路快了一大节 等到黄昏时分 队伍就到了黄水高地的边缘 眼看太阳即将落山 驱魔武士们找了片避风靠水的地方 搭起了临时帐篷 升起了篝火 准备在野地过夜 罗森在树法虚拟机里搞了一天 也有了二个可用的成果 第一个是烈焰光环 非凡中性逻辑六星法术 灵巧范围 5%至300% 法术威力 89.5% 中阶上等 法术介绍 以施法者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径 可随意调整的光环 为身处光环内的指定目标施加烈焰效果 负有烈焰效果的目标 身体表面会覆盖一层厚重的法术护甲 可大幅提升对各种法术的抵抗性 并用火焰反弹部分攻击 极限施法时间 2秒 法术耗能 可变 第二个叫卓热理赞 非凡火急性逻辑六星法术 零巧度 5%至404% 法术威力 93.8 中阶上等 法术介绍 为指定武器附上强大的火焰效果 使其获得强大的火焰附带攻击效果 该效果最长持续一小时 或者累计发出50道攻击后取消 极限施法时间 2秒 施法耗能 高 两个法术都是偏向群体辅助技能 且施法难度六星 非常适合罗森目前的情况 也是富乐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之一 毕竟个人的法力是有限的 注意力也是有限的 施法时间也是有限的 个人逞英雄虽然爽快 但并不利于发挥出团队的最大战斗力 也会大大提升自己的危险性 还有第三个法术 燃烧之强 这法术还没来得及掌握 但罗森能感觉其有非常深厚的改进潜力 用得好了 简直就是对死灵军队的大杀器 考虑到至少还要四天半才能赶到白马镇附近 所以他有足够时间掌握并改进这法术 给你 刚考的泥巴鱼 夏丽娜在他身边坐下来 递给他一条灰白色的泥巴棍子 罗森用法师之手接过棍子 熟练拨开外层的泥巴 顿时就有一股浓郁的香气混着水蒸汽冲了出来 引得他肚子咕咕叫起来 依旧用法师之手剥了一条白嫩的鱼肉 送进嘴里细细品尝 知觉口感嫩而不腥 混杂着紫苏草的淡淡清香 吃下肚后 就感到一股暖流在脏腑间回荡 十分舒畅 一天赶路的疲乏顿时消散了一大半 他由衷赞道 滋味真是不错 夏丽娜得意一笑 这可是圣堂秘制的野外烤鱼手艺 里面加了神殿秘制的香料呢 说完 他又问 说说你新学的法术吧 大家要配合作战 得熟悉各自的能力 罗森正有此意 他一边吃 一边说了他的情况 末了 他补充道 除了法术外 我还大大补充了大量关于死灵法术和死灵法师的知识 并从高阶神圈法师傅乐老先生那获得了对付死灵魔仆的宝贵经验 到时候应该会有所帮助 才看了一天的知识 能有什么帮助 一个有些被懒的男人声音传过来 却是副队长飞林 他手里也拿着一条烤鱼 罗森笑咪咪地道 你看了一天没用 我看了就有用 都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他说话就随意多了 飞林一脸不服气抬起了杠 为啥 大家肩膀上不都顶着一颗脑袋 就算有差距 也不会大到无法理解吧 罗森笑而不语 夏丽娜抬手拍了下飞林肩膀 笑骂 是 都是一样的脑袋 你要是去学法术 过十年说不定能成大法师呢 飞林自然能听出是讽刺 他无所谓耸了下肩 转头看罗森 法师 给大伙开个眼戒备 罗森心中一动 明白了飞林的用意 飞林自然知道自己的本事 但这次多加两队驱魔武士 他们只听说事迹 却没亲眼见过 他们对自己其实是陌生的 而飞林是给自己创造机会 让新队员们熟悉自己 以增加战斗默契 这就是有生死之交的好处 处处会给你想着 他想了下 笑道 我擅长画画 我就用画画展现下我的好头脑 同时也给每个兄弟们急性化张笑相 怎么样 众人眼睛都是一亮 轰然叫好 罗森就拿出随生携带纸笔 先看一眼飞林 再选个酷哥的角度 刷刷刷开始打印 因为用的是便携探笔 而罗森的施法能力比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速度飞快 没过几分钟 画就完成 再施展一个固定戏法 探笔画就也能存放很久了 给你 飞林一看 挨压一下叫出声来 啊 画的真相啊 原来我这么英俊 同时也一脸佩服地看着罗森 看一眼就能画成这样 连一幅纹理都清晰展现 法师的头脑果然比我好使 气氛一下起来了 其余驱魔武士们挤上来要笑相 罗森哈哈一笑 大家都有 别挤 一个个来 画之前站好 百个鹦鹉的姿势出来 好嘞 有趣 菲兰德爵士性格真是随和呀 比其他法师老爷好太多啦 那肯定的 我告诉你 当初在矿洞 爵爷用法术生生挡住了邪神的毒液 我都看萌啦 七嘴八舌的议论间 罗森一张张画着笑相 每个驱魔武士拿到笑相 都十分的高兴 就感觉画中的自己精神饱满 眼神犀利 气质冷酷 完全超出了的想象 罗森给夏丽娜也画了一张 但后者眼神闪烁 不敢和她对视 罗森稍稍一想 就知道夏丽娜大概率是想起了晚间教育的事 呵呵一笑 就在画纸上为鹦鹉的夏丽娜增添了一丝妩媚 最后就是温柔大姐姐为娜小姐了 她已经三十出头 身材成熟饱满 皮肤白腻 气质闲静 虽然穿着战斗皮甲 但却毫无战火气息 随便往娜一站 就让人感觉到一股令人心安的温柔感 就如等待丈夫归家的妻子一般 能大大地抚慰心灵 因为过去的帮助 给她画的时候 罗森特意多花了些心力 等画完成 给她一看 维纳就低呼出声 摆你脸颊飞上两朵红韵 然后款款对罗森屈膝行礼 感谢爵士赠画 好说好说 哈哈 十几张画 总共也就花了大半小时 却让罗森和所有战友都搞好了关系 之后 罗森又分别掩饰了烈焰光环和灼热礼赞 让驱魔战士们熟悉她的力量 等演练完后 天也黑了 罗森作为正式法师 自然有专门的礼遇 为了让法师能更好地休息和恢复法力 他住在靠近篝火的帐篷里 而总共十八个驱魔战士 都围着帐篷 分散在野地里 随便裹一张受皮了事 另一个有同样待遇的 就是治疗技师为那了 因为帐篷只有一顶 所以他就睡在罗森身侧 在野外 大家都合一睡的 帐篷口也是开着 倒没什么暧昧可言 待在帐篷里 罗森思索着如何改进燃烧之强 这是一个攻防一体的法术 释放后 能召唤一道长达15米高4米的 长条形火焰高墙 火墙可停住不动 也可向一个方向不断推进出 大概30到50米距离 是一个相当强力的火焰法术 缺点有三 第一 极度耗能 以罗森现在法力 若无法器或要水辅助 释放一技标准版本就会法力枯竭 第二 施法时间长达4秒 要是被对手刻意针对 就必须要队友保护才有时间施法 施法时间长 也是强大法术通病 因为法术威力强大 必定要贯注更多的法力 而法力流动是存在流速极限的 所以 除非掌握特殊的施法技巧 否则法术越强大 施法时间越长 到了高阶法术 甚至有高达6秒 乃至10秒的高星法术 第三 就是法术形态过于僵硬 火墙可以轻易被绕过 这些都要改 做完冥想功课后 罗森就沉浸入法术虚拟机 准备开始改法术 这时 大家基本都睡了 营地里变得十分寂静 只剩下篝火的燃烧声和下虫的地鸣 但隐隐间 罗森却感到有一场动静 他心中一领 有敌人 细细感知 就发现动静来自身侧 是从维纳身上传出来的 他呼吸略粗 危急 罗森眯眼看 却发现他好好地躺着 十分正常 不 不正常 他在家腿 电光火时间 罗森就懂了 神殿济师道德要求高 但凡人都有欲望 压抑久了就要发泄 男济师还能乔装打扮去潇洒一番 女济师因为有怀孕的巨大风险 就只能自我消解 这属于个人私生活的小秘密 可能几分钟就完事了 不会影响任务 甚至不会被旁人所知 罗森能发现 一是距离近 二是因为他无感激敏锐 但既然发现了 罗森就有心相助 他轻轻拍了下维纳的胳膊 凑他耳边低语 我帮你 维纳一动不动 似乎已经睡着 但通红的脸颊却暴露了他装睡的事实 没回应 就是默认了 罗森就分出二星的师法能力化作法师之手 帮助这位温柔大姐姐摆脱欲望深渊 剩下四星版 则沉入术法虚拟机 继续改造法术 过了会儿 帐篷外传来下丽娜的声音 维纳姐姐 你身体不舒服吗 维纳深吸口气 没有 可可恩我做了个噩梦 没事的 很快就好 噢那你轻点声 别吵醒了罗森 一夜无话 接下来就是赶路 到第五天中午的时候 白马阵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中 看着阵子上空飘荡的鸟鸟吹烟 再看莫雷林主白石城堡旁依旧闪耀的黄金四幅 副队长飞林就笑起来 看起来还不错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夏丽娜纵马跑到高处 宁目远眺 夜袭城堡的事发生在半个月前 半个月时间足以抹平表面上的痕迹了 但两百多无辜者的死亡带来的恐惧 可不会这么快就平息 罗森纵马跑到夏丽娜身边 然后打开冒险日志 视角拉到最大 细细观察白马阵的情况 看了会儿 他得出自己的结论 镇子南边的墓园多了一大片新坟地 镇子里戒备也明显加强不少 另外 新坟头都普遍偏小 应该都采取了火葬的方式 所以 咱们没法从尸体上找到死灵法师的相关线索了 夏丽娜缓缓点头 死灵战士就是复活的王者 莫雷领主下令火葬 无可厚非 但也的确销毁了大量关键证据 他看向罗森 听夏波来说 镇子里有一个信奉朱姆罗斯的叶英慧 罗森点头 没错 我还认识其中一个蜘蛛使徒 叫利利斯 从他的言行推测 叶英慧应该是专门为莫雷领主收集情报的 朱姆罗斯是上古时的一个邪神 并不算强大 目前隐匿在北边的寒霜之地 他是一个妖艳残忍的神 喜欢引诱男人堕落 他的使徒也基本以妓女为主 夏丽娜介绍着朱姆的背景 菲林也跑过来凑热闹 文言就冷冷失笑一声 领主们的信仰就如扶贫一般脆弱 也无所谓平民的死活 要我看 这个莫雷领主之所以会被死灵军队夜袭 使有八九是干了什么烂屁眼的勾当 谁知道呢 夏丽娜耸了耸肩 并不对领主的道德水平做什么评价 成为正式驱魔武士 执行任务的这些年来 他见识了太多世间阴暗了 已经麻木了 朝白马阵方向挥了下手 他开始纵马吉尺 喊道 走吧 让我们去会会那个死灵法师 罗森追上去问 叶英会 要铲除吗 夏丽娜摇了摇头 罗斯和其他神不大一样 其他邪神需要侍从长久的供奉 但罗斯却喜欢一锤子买卖 他会给出珠母印记 换取受印者体内四成的生命活力 交换完毕后 就会彻底断绝和受印者的联系 所以 所谓蜘蛛使徒 不过是一群能变换形态的武士罢了 威胁不大 再者 叶英会既然专门收集情报 那咱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 明白了 松一口气 孔子